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有点 刚坐下没多久单都还没点 但是就发现真的有很多人过来排队了 一次过来 第二次 上次来吃的话好吃吗 都是觉得 好吃的 没有人管我 所以我决定自己是下单 你好 麻烦你下单 好 你可以先回去 我等了很久了 这好像ok 因为有点青蛙有点虾那样子 有点像盆菜满满当当 好像很多 然后什么25分钟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下完单之后会拿一个沙漏给你们 然后25分钟超了的话 那就是把没有上的菜品再免费赠送给你们的 没有上的菜品再免费赠送 ok 明白 那我很有信心 让你们一点这么忙 对不对 那我先帮你下单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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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抓的时间好好啊 你抓的好棒 这种商家让我觉得无话可说的是他在最后的真的是仅仅的几秒钟之内他就上来了 就是他可能他走的稍微慢一点 我们这个200多块钱就可以免单了啊好生气 一个两层的铜锅 周边应该是挖上面的应该是虾 白酒里面会有酱香型的白酒 所以这一款蛙我又叫它是酱香型的蛙 其实它有点像我们广东这边的椎椎包食材 稍微收干水 然后酱汁裹在表面吃到肥巴里面香香软软 默默的感觉很棒 其实说既然是差不多同样的口味东西 为什么要分两层来装呢 这个虾是干锅虾来的 难怪了 上层的虾来的并不如下层的蛙那么的让我有惊艳之感 上层的虾它只是一个就是一般麻辣香锅里面那种虾的感觉 虾新鲜一点咯 这个是跟我吃那种廉价的麻辣香锅里面的虾会有点感觉 实际上刚才嘎嘎提醒了我一句说 它这个看起来真的没有服务片上面显得那么多 虽然看起来也是满溢出来 但其实它的拨盐它是很窄的 很窄的这个地方 它不会说其实很深或是 所以你看这个满当道实际上也并没有太多 而且在虾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填充物呢是这种蔬菜来填充的 都是夏天或者是我们心里比较开胃的 对对辣辣的下饭 好 刚才你说这个挖肉 我们觉得这个挖肉吧 它家比人家稍微实在一点 肉比较大块的 有好多地方的挖 小 小就很瘦 像没有肉一样 它这肉呢看着就比较实在比较大块 您说的是它口口吃到给别人都是肉 对啊 反正感觉它家的味道我感觉还是不可以 合名口味的 对对还是比较可以 这家店子给我的感觉是太混搭了 装修的风格是有点美国南部田园风 但是偏偏它的品牌叫老佛爷北京的 然后它那个什么铜锅木炭的 也是一家很老北京吃东西的方式 然后它吃的东西也很奇怪 它那个虾有点像做的是四川啊 重庆那边的麻辣香锅的做法 那个牛蛙又偏偏有着一点 我们广东这边折折包的风味 所有东西都混搭在了一起 港针有点无所适从 但是非常庆幸的是 他们家那个蛙真的不错吃 值得一尝 有遮遮包那种的干香 而且每一口都是肉 辣味恰到好处 开胃解馋的 OK大蛙是推荐你快试着它们的蛙吧 最后进入姚大秋 是要吃下全世界的人